今天我们介绍磁场的连续条件 首先我们看磁场的法线分量的连续条件 我们就要看磁里面有哪一些定律 就是哪一些磁服从哪一些定律 我们可以应用的 首先我们就是用高丝定律 因为磁场的封闭面的积分就是磁通量 从封闭面里都钻出来的总量等于零 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式子 你一定要有一个高丝面 封闭面 所以我们就做这么样的一个高丝面 一个扁扁的圆柱体 上面跟下面这个面 面积都是delta A 那么它的厚度呢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就是非常非常的扁 扁到这两个 几乎这两个面重叠在一起 而delta A也是很小很小 所以你才可以把它夹在这个 比如说这上下都有不同的磁性物质的话 你可以塞在这个缝里面 那现在我们当然只是要看 有一个current sheet通过的话 那么磁场在current sheet的上面跟下面 上面我们用BA 下面的磁场用BB 它们的发现方向的连续条件是什么 那我们就把这个封闭面的积分 写成三个面的积分 上底下底跟曲面 上底BA.DA上 DA上也是朝normal的方向 所以两个一dot就变成BA 乘上delta A就好了 因为这个积分呢 它是BADA上cosnθA 然后呢 因为在这个很小很小的范围里面 这算是很小 B场的变化呢 不显著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常数 提出来 就等于BAdelta AcosnθA 那么这个呢 下底 BA是朝这里 而下底的方向 DA下 是朝下 所以 到这以后就是成为这个cosn π-θB 那就等于负的 这个值 好 旁边因为曲面 因为T approaches zero 所以这个面积趋于零 那就不会有磁通 因此就是这个 三项加起来 就是BAdelta AcosnθA-BB delta AcosnθB加零 等于零 好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BA约掉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那BAcosnθA是什么呢 那就是BA的normal component BBcosnθB呢 那也就是BB的normal component 所以normal component 磁场的normal component 互相连续 就是在一个current sheet上下 两上下的磁场 它是分量 垂直分量相连续 或者发现分量相连续 这个数字就显示 在电流薄片两边 磁场的发现分量相连续 像这个都要记得 以后我们会做一个总结 所有的连续条件 我们做一个总结 现在我们看 磁场切线分量的连续条件 那么这也还是current sheet 磁场的切线分量 我们用磁场的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 用它的法拉第定律 就是磁场 源着某一个封闭路径积分的话 做线积分 要等于μ0成上I-enclosed I-enclosed就是电流 穿过这个封闭路径 所围成的面 的电流的静止 那现在我们就取一个封闭路径 就取什么ABCD 我们现在就是顺着DA DA是找这边偏 所以我们的路径呢 也就是取逆时针方向 取这个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 那么这个路径的积分呢 可以分成四段路径 A到B B到C C到D D到A 那么A到B DL DL就是从A到B 所以这个DL 那就等于说 BA在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就是BAsinθA 的积分就是 因为这个也是很短的路 DL 所以它就变成 BAsinθA乘DL BC呢 路径 因为T approaches0 所以路径的积分 这等于路径等于0 它积分就是0了 那C到D BB是这个方向 它DL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要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就是负的 BB sinC到B 乘上ΔL 这个 这段是0 也是因为T等于0 这个 我们整理一下 把0不要了 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它要等于 μ0 I and Coast μ0是个常数 I and Coast 就是穿过这个封闭路径所围成的面 的电流 的电流 你看它的 Current Density 是K Current Density 就是我 每一公尺 有多少 A的电流 那从这里到这里 是ΔL公尺 所以它就是K乘ΔL 然后这边 等于这边 大家把ΔL约掉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了 这个就是等于 BA的Tangential Component 这个 就是 BA的Tangential Component 这一项是 BA的 B的Tangential Component 要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看这个切线分量 不见得相连续 如果K等于0 那是相连续 就是没有 不经过这个Current Sheet的话 那它相连续 有Current Sheet 就是K 不等于0的话 那么 时长的Tangential Component 就是这个Current Sheet 上下 两个空间 时长 的切线分量 不相连续 就是在这个 面上面的 这个 面上或者面下 时长的切线分量 不相连续 好 那我们 上面 前面我们介绍 B场的 时长的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现在我们看的是 Tangential Component 不相连续 而Tangential Component K Curl N 不 K Curl N 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就是切线方向 就是切线方向 所以 这个方向是切线方向 所以说 切线方向的 这两个都是向量 切线方向跟切线方向相等 所以切线方向呢 就是这个值 如果这个根本就没有 Normal方向 这个没有Normal方向 那就表示 这边的Normal Component BAN-BN 要等于0 也就是 D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这个是 磁场的 连续条件 在Current Sheet 两边磁场的连续条件 那现在我们看向量位的 边界连续条件 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那就是Divergent A 等于0 我们以前说过 我们要选择Divergent A 等于0 那这个时候呢 Divergent A等于0 就相当于A A.DA 向量位A的Flux 通过一个封闭面的总Flux 要等于0 那么这个证明呢 就跟我们前面那个B场一样 你就把B换成A就好了 我们也是做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扁核子 上面Delta A 下面Delta A等等 这就是我们上面的一个 就是把这个B换成A就好了 那跟前面的原理一样 我们可以证明 AN 要等于AAN 要等于A的BN 就是AA的Normal Component 要等于BB 要等于AB的Normal Component 就是它的向量位的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这个证明方法跟前面那个B场 的Normal Component完全一样 所以电流薄片两边 向量位的法线分量相连续 好 现在我们要看切线分量 我们还是用上一次 前面那个图 借那个图来 就是把BA换成AA BB换成AB就好了 好 我们用这个试证 Curl A A对某一个封闭路径 做线积分的话 因为A等于Curl B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试证 换成这个试证 那么换成这个试证以后 我们就知道 A等于这个 Dot dA 那么这个呢 它就等于 这个Flux 等于这个 就是这个等于B.da B.da 不是这个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L A换成这个 这个DA是DL DL 那么我们就用 Stock's Theorem Stock's Theorem 把这个线积分 把它变成面积分 Curl A的线积分 这是DL 我写错了 那么就可以变成B.da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Flux B.da 就是Flux Magnetic Flux Magnetic Flux 就是从我们这个 封闭路径 所围成的这个面 所穿过的一个 Magnetic Flux 我们现在取A B C D 这个长方形的路径 跟前面取的一样 穿过封闭路径的磁通 等于零 为什么等于零 因为这个厚度等于零 厚度等于零 就表示你这个A B C D A B跟C D 几乎叠在一起了 没有面积 没有面积的话 那你穿过这个面的Flux 当然等于零了 因为我们这么取 所以磁通就是零 磁通就是零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证明 磁通是零 这边的路径 跟A垂直 就是T等于零 这边因为它是 A T sin Theta 乘上ΔL 这个是负 A B这是A A T 这是A A B T Sin Theta B 乘上 这是负的 乘上ΔL等于零 那么 这两个相减等于零 这个加这个就等于两个 这是负这是正 所以把ΔL约掉 那就变成这个 这个我没有仔细写 就是说 它的过程跟B厂是一样的 各位可以自己回去 再仔细地把它写出来 然后 线南位的Normal Component 等于相连续 它的Tangential Component 也相连续 这个跟B厂不一样 B厂是 Normal Component相连续 Tangential Component不相连续 那么这个 在Currency的上下 是 Potential Vector Potential 的Tangential Component 相连续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跟这个结果 从这个指导 电流片 薄片两边的 向南位相连续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了 整个向南相连续了 向南位相连续 但是向南位的导函数不相连续 为什么呢 因为向南位的导函数 就跟B厂有关系 因为B厂是等于Curl A 所以有个导函数在里面 所以它的向南位的导函数不相连续 那我们也再看一遍 这个Currency 那这个是它的封闭路径 我们现在把坐标换 划出来 K Currency 它是Z的方向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Z的方向 Normal方向就是X方向 在边界 在界面处 KVector 等于Z乘上K 大小 那我们现在 就用这个向南位的 求向南位的公式 用这个Current 用这个 面 就是表面 电流密度 求向南位 它是这样的表示法 我们前面讲过 那么现在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因为A 向南A跟K的方向相同 K是Z方向 因此向南A 也是Z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A 那这个就可以 这个大小就等于 它的Z分量的大小 因为它仅仅只有一个分量 那么在界面处的磁场 我们看到的磁场 磁场是Curl A 那我们就 用这个DK坐标来看 单位向 Del的三个分量 A的三个分量 AX0 Y0 AZ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字 AZ 我们把这个展开 它就变成X方向 Partial A Partial Y 还有一个呢 就是Y的方向 Y的方向是 Partial A Partial X 这个是减负的 因为这个是向量 它有这两个分量 可见的这个就是什么 B长的X分量 这个就是 负的这个 就是B长的Y分量 B长的Y分量 OK 这应该是 Y分量 负BY 或者说 BY等于负的 Partial A over Partial X 那么我们 可以写上X BN 再加上 因为X方向 是Normal方向 对这个面来说 那Y的方向 是Tangential方向 Tangential方向 OK 那么 于是 我们就可以知道 BN 就等于BX 等于这个 那BT Potent Tangential Component 它是等于BY 那么 是等于 Partial A over Partial X Partial A over Partial X 我看这个可能 要用负的 因为这个 这是负的 这个应该用加的 加的话 就是 BY 要等于负的BT 等于负的 Partial A over Partial X 好 那 我们将这个值 把这个值 带到 这两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 BA GNBB 因为 这是 磁场的连续条件 这是 Normal Component Chicken Component Tangential Component 我们以前 前一张 同一片 已经写过这个式子了 就是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我们就可以得 B AN 减BBN 这个呢 就等于 BAX 减到BBX 那我们 我们知道 前面我们已经写过 这两个 就是等于 Partial A over Partial Y 减掉 Partial B over Partial Y 所以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就写成这个样子 Tangential Component 是等于 Partial A 减到Partial Y 减掉负的 Partial A B over Partial X 就是Partial A A over Partial X 因为这个是等于 μ0K 所以我们就有 Partial A over Partial X 减到Partial A B over Partial X 就是这两 等于这个值 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式子呢 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 如果是 normal Component的话 这个没有 Normal Component 这个K K是 Z的方向 N是 X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 Y的方向 Tangential Component Tangential方向 所以这个Tangential是不相连续 但是Normal Component Normal方向 这没有Normal方向 这只有Tangential方向 所以Normal就是相连续 所以我们综合以上的结果可以知道 电流薄片两边的向量相连续 但是它的导准备 但是它的导准数不相连续 OK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连续条件我们证明过了 现在我们来看立体 所以一个半径为Rolling 这个Rolling漏掉了 半径为Rolling的圆柱导体 带有定值的电流I 现在要求 任意位置的向量位跟磁场 任意位置 里头跟外头 它的向量位 还有它的磁场是什么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向量位跟磁场 都要求的话 那我们就看看 求磁场 当然这个磁场我们用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就可以做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要求向量位 你知道B场 你没有办法求向量位 但是我知道向量位可以求磁场 所以我这里头 既然它没有办法从磁场求向量位 那也就是说我用安培定律 求出磁场 我还是要求向量位 我就直接用向量位好了 用J DT A 等于这个 那A的方向跟J的方向呢 相同 向量A 跟Current Dance的方向相同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 这个电流是均匀分布 因此它也是一种圆柱对称 一种圆柱对称 OK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石子 这个我们还没有用过 我们证明过这个 那么这个石子呢 在迪卡尔坐标 可以分成这三个分量石子 分量石子 那我们就把这分量石子写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的J 就是电流的方向 电流流动方向 只有Z分量 没有X分量 没有Row分量 也没有Five分量 因此 或者说它没有 没有这个X分量 因为迪卡尔坐标 没有X分量 也没有Y的分量 只有Z分量 因此这三个分量石子 这两个都是零 就是这个等于 而这个J等于什么东西呢 它是均匀分布 那在里头的话呢 J就是I over Pi Row zero平方 单位面积有多少电流 大于Row的地方 这里都没有电流密度 等于零 OK 就是这个J 我们用这个带 好 我们现在等于这个要解什么 Pointance Equation 这个是 The Plus Equation 那我们就分析 我们就分析 这个A 因为这个电流 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所以你这一点 Row确定以后呢 你这一圈的这个A值都一样 那么上下 Z 不过Z在哪里 这个A值都一样 只是说你这个Row如果改变的话 距离改变 这个A就改变 所以说这个A 情形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Row有关 跟这个距离轴的半径有关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我们应该是用这个式子 用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式子 我们最后用这个式子 因为它仅仅只有Row Component 所以Laplace Az 只有这个Component 这个Component要等于Row 0 J Row 0 J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就分成在圆柱导体内部 J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到这里 于是这个微分方程呢 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微分方程 我们微分起来 这就是那个微分方程 那我们可以把Row乘过来 然后这个积分一次 那就变成 变成这个值 这个积分就是 1 2 Row 平方 加一个常数 再把Row除过来 再积分一次就变成Az了 Row除过来 变成Row 这样子 C1 就是Row除过来 D Row的积分 再加上一个 另外一个Constant 这个积分 就是Row 平方 就是Row 平方 就是Row 平方 那这里有个Row 平方 乘二分之就是四 这一项积分是这个 那这个积分就是Log 这一项积分是Row 平方 这个是在圆柱导体内部 大于这个导体呢 J 等于0 那我们就解了 Laplace Equation 因为它只有Row Component 所以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0的话 那就表示 你这个要等于 这个只要等于常数 等于D1 我们用这常数用D1 然后Row 出过来 积分 Az就变成这个 变成D1 Log Row 加上D 这是另外一个常数 这个是圆柱导体1 这圆柱导体内部的 这里头有四个位置数 C1C D1D 我们就用以下的条件来决定 我们把这个当作 在圆柱导体内的这个矢子 当作A4 在圆柱导体内的这个矢子 当作是B矢子 那我们现在说 因为圆柱导体内 它的电流是有限值 而且都是分布在界面上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 它这个 就是说 它的轴上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丝状的电流 就是说这个 是非常细的一个导线的电流 没有 就是整体电流 它就一个有限值 就是说 就是说 你在这里头 电流 它是一个均匀分布的 有限值 所以 导体内的向量位 一定是一个有限值 有限值的这个电流 产生有限值的一个向量位 因此 在导体内 这个狮子里头 A必须有限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你这个不可以有lock row 因为row 如果在零的话 这个没办法算 所以 就不可以 你不可以有它 就是C1要等于零了 C1要等于零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如果小于 如果零的话 这个狮子就变成这样的 这个不要了 然后我们就把B、C 我们就解B、C这两个 因为向量位有连续性 我们刚刚说过 刚刚才导过 所以 在导体表面 row等于row零的地方 内部的A 要等于外部的A 所以 由B跟C 我们就知道 当row等于row零的时候 这个 就是等于这个字 这等于1了 这个狮子就是 负μ0i overse by加C 要等于 row等于row零 大于 这个时候 就等于d1 这个我们用d式来表示 好 我们再看 在大于row的区域 大于row的区域 Az是等于d1 log 加上d 那我们现在要决定这个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 A 只有Az 我们可以把它的 从A可以求B场 而B场呢 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求出来 就是由这个安培定律 求出来 所以我可以安培定律 把B场求出来 然后再求这个 A的关系 跟AA的关系 因为B场在那里 可以另外求出来 所以从这里到 我们可以 获得这个 常数的关系 好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式子 这个积分 它只有什么呢 这个等于0 没有了 这个等于0 没有了 那么只有这个 row跟row约掉 partial 这个 partialrow 这两个约掉了 所以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因为logrow over partial 就row分之一了 所以B场等于这个 可是B场 我们可以用 安培定律 求出来 比如说我在这里 这是大于row的地方 我就在这里 做一个 封闭的路径 同心圆 半径是A 那我们安培定律 已经用的很多了 因为电流是 电流 均匀分布 所以这个地方上的 任何点 看电流 分布情况都一样 所以这里的磁场 要等于常数 因为电流是这么流 所以我们从前面知道 它的方向只有 phi的方向 也有phi的方向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特性 带到安培定律里头去 那么 这两个同方向 我们取DL跟B场 同方向 就等于B提出来 二排row 等于μ零I enclosed 所有的I都在里头 所以这个值 它就变成B乘二排row 等于μ零I 所以B场等于这个值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 如果电流是均匀分布的话 你要求外面的磁场 你可以把这个电流 全部集中在轴上面 把它当作无线长的细导线的磁场 就是这个值 B场 大小等于这个 大小又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跟这个相等 所以 所以B场 它是5方向 它又等于这个 所以这一相 等于这一相 所以我们就得D1 要等于负的 μ零I over 2π 现在我们将这个 带入D式 就是带入这个式子 D1求出来了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求出D D等于什么呢 在这里还有一个常数C 在这里 然后再将这个式子 跟D1带到AZ里面去 D1带到这里 D带到这里 我们就得这个值 这两项可以合并 就变成μ零I logRho0 over logRho 就是这个值 剪掉这个值 再加上C AZ就等于这个 所以 我们现在就得出来 在Rho大于Rho0 就是圆柱导体Y AZ是等于这个值 AZ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就把AZ 把AZ写出来 里头是这个 圆柱体内 圆柱外面是这个值 我们刚刚求的 你看这里头 有一个位置数C 这个式子知道 圆柱导体的向量 位 还有一个位决定的任意常数C 比如说你现在知道AZ了 知道A了 A只有AZ 那我们可以求B厂 在圆柱体外面 AZ是这个 AZ是这个 你把它带到这里来 那它的微分呢 这个没有了 那它只有这个 对它微分最后只变成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刚刚是得出来的 在这里头呢 里头你是把AZ用这个带 AZ用这个带 它还是只有这个分量 因为partial row 其他partial z 电流也可以得出这个值 也可以得出这个值 圆柱导体电流产生的磁场 就是这个值 可是磁场可以完全知道 到时你向量位A呢 有未确定的常数值 它有一个未确定的常数值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讲 向量位的多极扩张 好 这个 是一个线圈 有电流 有电流在这里流 有电流在这里流呢 它就会在P点 产生向量位 P点产生向量位 这个向量位呢 我们因为它是电流I 我们这里取一个IDL 那么这点的Ai就是用 AR就是用这个 因为R对参考点来说 它的位置就是AR 那这个S等于什么呢 S这个时候是等于 R平方加R'平方 减到两倍的R' cosθ' 这个我们以前导过 它就是等于这个值 这就是Legenda Function Legenda Polynomial S等于S等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S分之一等于这个 带进去 所以这个式子呢 它就等于R 这个R 这个R N之方乘上R 就是R N加E之方 R' Prom 要摆在这个 积分号的里头 这个积分是对L' Prom 积分 Prom 就是对圆区积分的 所以R'Prom 是属于圆区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写这样子 然后这个 在这里 DL'Prom 这个式子 我们把N 从零到无穷大 带进去 可以得到这些项目 这些项目 我们在以前的 多极扩张 以前的这个 电厂的多极扩张 我们算过 对不对 这个就是等于这几项 下面我们再写一遍 就是这个 然后呢 第一项 我们就称它叫做 单极项 Monopole Term 第二个就叫做双极项 Dipo Term Magnetic Dipo 就是相当位的双极项 这个是向量位的四极项 Monopole Term 等等 AR多极扩张式的单极 你看它 是这个向量的 封闭路径积分 这个 核向量就是零 因为你一个一个一个向量 头尾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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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花到这里 那就是零 这个永远是零 所以这个积分 等于零的缘故 所以它永远是零 这就反映一项事实 就是自然界里头 没有磁单极 没有 好 那既然磁单极不存在 这个永远是零不存在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 主要成分 Dominate 这个就是主要成分 主要成分 OK 就是双极相 双极相 就是偶极相 就变成它的主要成分 那这一项永远等于零 OK 所以讲到词的时候 词相安慰 所以这个是它的主要的相 因为这个永远是零 OK 偶极相 可以划成用 词偶极m表示的形态 可以划成这个 你看它本来是这个 我们把那一项写出来 这样的一个诗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诗子 R Prom CosacetaProm 可以选择R.R Prom 我看有没有图 有没有画出来 图怎么没有画出来 图出来 我们可以看成这样子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一页好了 你看这个是 R'Cosaceta R'Cosaceta就是 这个 在这个方向的 一个分量 它就可以写成 R向量 到这R Univectal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OK 那就是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由于这个向量 可以画成这样子 我们先用它 等一下我们再证明 再证明 OK 这个向量 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的 Diple The Vector Potential 它可以写成 4π 本来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 你看这4πR平方 Mulling I都在 这个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那我们把I I是常数 我们拿进去 拿进去 这个就是什么 就相当于一个 Magnetic Moment 因为Magnetic Moment 是等于电流 乘上面积向量 它这个当然是一个积分 一个积分值 并不是像我们以前讲的 一个完整的 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 就等于电流 乘上一个面积向量 就是M 可以写成这个形状 所以 O极向可以用 持O极M来表示 那这个地方的M 就是等于I乘上DA 因为I是常数 这个DA就是刚刚 我们画的这个 封闭路径 所围成的这个面 它的面积技术 那总积分就是 全部的面积 所以M称为O极矩 Magnetic Dipole Moment 那么现在我们 可以看到 这个式子 那么我们 我们现在 就看这个好了 因为O极向 是多极向的主要的项目 因此上个式子的持O极矩矩 与实际的持O极矩 非常的近似 实际的O极矩 因为它电流 因为它电流是确定的 电流确定的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电流 它这个是多极的扩张 就是除了这个O极向之外 它还有四极 还有八极 所以它并不是只有一个O极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一个线圈在原点 比如说我们一个 圆形的线圈 它的中心在原点 那么它的M 就确定了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近似很像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等等我们在前面再看看 多挑了一个 多挑了一项 这个是 这一项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它跳过这个 一个实际的O极矩的磁场 不难算出来 实际的 我们很容易算 假设一个磁矩 为M的O极 的磁O极 位于原点 要计算在远处 位置RP点的磁矩 就是说我们真的有一个 磁O极在这里 那么要看这一点的 这个磁矩 那么我们怎么算它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 就说你真的话 就是这个确确实实 它只有这一项 如果你不是一个 一个真的持O极 你是某一个 线圈 在这里产生 它有O极象 有四极象 有八极象 那么它的第一项 是O极象 O极象的这个M 它只是近似于这个而已 我们用刚刚导出来的 这个结果 这个就等于M M Cross R Univectal 就等于Msin Theta over这个 那在B场 B场 你就把这个 B场等于Curl A A就是这个 它只有Five Component 你就把Five Component 放在这边 这是圆柱坐标的Curl A 那你就把这个 算出来 它有R 因为它有C大 所以这个存在 因为它有R存在 它有R 所以又有Five Component 又有这个 又有C大Component C大Component 就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展开 展开 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R sin Theta A5是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 这一项 对Theta为分 我们先把 一些 常数项 拿过来 4π R平方 3Theta Mu0 M 通通通提出来 里头就是R unit vector Partial over Partial Theta 乘上R 因为这里有个R 跟它约的 R分之3平方 Theta 这一项就变成R Theta unit vector Partial over Partial R 这个微分 这个是3平方 Theta的微分 这个微分就是2sin Theta Cosan Theta 这个微分R 就是 它就是 -R平方分之1 跟这个R约到一个 就是正的 那么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字 你整理一下 变成这样的字 这个式子 与我们前面 圆形线圈产生的词句 完全一样 刚才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dipo 我们再放在圆点 得出来就跟前面的 完全一样 但是一个线圈 它不止那一个 它还有四几项 八几项 现在我们来证明一下 刚刚我们说 这个要等于这个 我们刚刚用过了 现在我们有 Stokes Theorem Curl A 要等于A A向量 这个是面积分 它的封闭路径积分 A的封闭路径积分 我们现在假设A 它等于F乘上C 它等于F乘上C Vector F呢 它是纯量 那C呢 它是向量 向量常数 那么Curl A 那么Curl A Curl A Curl A 那就等于Curl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 可以把它 把F当常数 这个先Curl C 然后再 写掉 C C Curl Curl 这是Prim F Prim F OK 这个是等于 0了 这个是0了 那么 这个式子呢 就只有 只剩下一个 这一项 剩下这一项 这个为什么是负的呢 因为 这个C是在后面 你现在把它 搬到前面来 它应该是 Curl Dioprim F Curl 我们把C 拿到前面来 所以变一个符号 把这个带入 Stock's Theorem Stock's Theorem 这个 的面积分 它是 带入这个式子 带入这个式子 OK 因为Curl A 是等于这个 所以 这边就变成这个 这个就是它 要等于 A A就是这个 FC Vector Dioprim Dioprim 因为 我们说这个 这个就是这一项 这一项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向量横等式 它可以等于 C Diop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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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一项 这个等于这个东西 OK 然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 就是说 这个 可以等啊 嗯 好 那么 因为 这是向量横等式 向量横等式 它可以变成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来做一个 微分 你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 因为 Curl FC 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呢 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一项 这一项 我们 我们 用向量横等式 说 它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那么就有 C.delF cross A C.curl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一项也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陷阱 这个积分也就是这个的积分 这个的积分 这个积分我们可以把这个 可以把这个柿子 它就是这个了 等于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到了第1积分 我们用Stock's Theorem 它就可以变成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等于这个 这一项等于这个 而这一项又是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积分就变成这个积分 因为C是个常数了 于是约掉了就变成这个值 变成这个值 我们现在例如F等于R univetor.r'就是它等于R'cosθ'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我们就把它写成 现在这个F等于这个值 F等于这个 因为它等于它 所以就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它等于DL'的级级分 封闭入境积分 所以这个就可以等于这个值 当这个等于它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这个 DL'Prom 这一项 DL'Prom 这一项的R.R 它等于它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说过 把这个式子 用DL'Operator 就是Gradient的这个值 那么V分R' 这个V分C' 就变成这个 而这个是什么 这个正好是R Univetor R Univetor 所以这个值就是R Univetor R Univetor 所以Fu 这一项 它就等于R Univetor Cross A 因为这整个东西 它是对圆区做线级分的 我们可以把R拿出来 它就等于Fu R Cross DA Fu R Cross DA 那么已经证明它是等于R 所以它就等于R Cross DA R Cross DA 然后我们前面 前面有证明 前面有证明 再看前面 前面有证明 F等于这个 所以这一项就等于这个东西 就等于这个 前面我们说过这个很等式 现在我们证明一下这个实质 前面有这个实质 就是把这个 现在我们证明一下这个实质 现在我们证明一下这个实质 Del R Univetor Dot R Prime Vector 它可以等于Del 这两个等于这个 我们可以看图 可以看图 R Univetor 就是这个方向 它到的这个 就变成它在这里的投影 投影 我们把这个Del Prime 我们用这个球坐标把它写出来 然后呢 你把这个微分一下 这个对Prime微分就是Cosin ThetaPrime 这个对R微分就是Sin ThetaPrime 那这个正好就是等于R Univetor 所以这个微分 我们把这一项放到这个 这个微分就等于负的 这个就用R Univetor微分 R Univetor 我们可以R因为是个常数了 它是单位向量 拿出来 它呢 这一项又等于它 所以我们就证明说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证明 这个限积分 要等于这个 这一项就是它 把这个顺序变一下 前面变后面 后面变前面 符号 拿掉 我们就是证明这个东西 我们就证明出来了 证明出来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题 有一个书夹状的片圈 各边的边长都是W 带有电流I root to A所示 它的词偶极矩 就它的偶极矩 这个就是书夹 什么叫书夹呢 就是说你摆在这个书柜里的书 它会倒掉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 这里用一个这样子 后面用一个相反的 把书夹在当中 OK 好 这个书夹是这样子 这边宽是W 这边宽也是W 这个也是W 这个也是W 编长都是这个 那么电流 这里有电流I 在这个周围流动 电流I 我们要求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的词偶极矩 等于什么 好 好 我们说 首先我们去看 这书夹上本来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 这两个长方形的线圈 这个相当于一个这个 跟这个 那么这个当中 这个地方的电流是从A到B 对这个电流来讲是B到A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嘛 所以就说从A到B这里没有电流 它的电流是这样子流动 OK 所以这个的它的词偶极矩 就是这两个词偶极矩的向量和 这个词偶极矩很简单 这个也很简单 我们偶极矩的这个 定义就知道 它只有一圈 大小就是I I 乘上什么呢 乘上这个面积 面积就是W平方嘛 所以它是IW平方 朝Y方 朝Y方向 朝Y方向 这个呢 也是IW平方 朝Z方向 朝Z方向 线圈 B图线圈的 这偶极矩是这个 这个 C图的是这个 然后整个书夹的这个偶极矩 就是这两个偶极矩的向量和 偶极矩的向量和 那么 这个 怎么会写这样 这是C 应该是 B一个是C 一个是C 所以它的大小 两个向量和 这个向量是这个方向 所以大小就是1加1开坑号 2 这个 2平方 方向就是45度的方向 这个很简单 好 我们第八章 我们就介绍完了